升級論證 其實這個大市仍然是 好像之前一直說是一個波伏橫行的格局 其實都是做一些長瘡 其實都是挺難做的一些事節 所以變成打法你見到都越來越催保守 所以這次如果真的都要去找一些機會的話 我都是偏向選一些叫做打安全派的機會 就見到例如小鵬其實在73元那裏都有一個明顯的橫行區間 我們如果真的去做的時候 我都會傾向去做一個好倉 因為始終那個裂口都叫做未完全堵得完 都還有一個支持在這裏 所以如果現在現價大概大概71元左右去做一個入市的時間 其實那個止息位是可能放到70元 甚至69元都是放下2元左右的空間 如果市一旦轉好帶動它上去 試到保力交通道頂部大概78元的水平 其實都有一個比較高的寂寞空間 而它的橫行區間都比較明顯 即是如果看錯了或是市不走的時候 都比較容易去止洩 港股已經連續幾天在萬八點附近摘幅上落 陷入困局之下市場的氣氛都偏向官網為主 上日的大市成交都縮到七百多億 至於之前熱炒的板塊 例如車股都陷入了一個整固間局 當中也都包括Ellen所提及的小朋友汽車900-600 看看9800-600近日的表現都沿著20天線 還有一個整固 稍為波幅都逐漸收窄 如果大家同Ellen一樣 看好小朋友機會向上的話 都可以留意我們聲線的小朋友選擇 18989 18989這隻小朋友的Callum 行使價是119元 到其日去到明年一月尾 實際槓桿給到三倍多的流傷 假如小朋友去到上升參考價78元的話 價值人生波幅不變 並且持有一個星期 這隻小朋友的Callum 18989給到的潛在升幅 都有兩成多的流傷